慈恩市与吉安乡公所携手行善捐赠了6600斤的白米给包括了北昌、泰昌、吉安、南华、宜昌、稻襄、东昌、光华等八所国小的弱势学童家庭 希望他们在寒假期间也能够有米饭温饱 而各校的师长亲自前往领取白米 也代表学生感谢慈恩市法院师傅的慈悲善心 更感谢乡长游淑珍的引荐让孩子们能够温暖过年 慈恩市法院师傅有感于寒假期间 亲寒学生可能无法享用到营养午餐而影响到成长发育 因此透过吉安乡公所捐赠白米给乡境内多所国小 再由学校展送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学童 就是香港的心意他很慈悲 他说老人家有时候他拿一包回去会发霉 所以说小孩子比较需要 有需要的人就很好了 小孩子以后长大他会回馈社会 这是这样而已 乡长游淑珍感谢法院师傅的爱心 也透过这一次捐助行动盘点校园弱势学童状况 未来也能够设法给予更多的帮助 因为我们知道营养午餐在寒暑假里面是没有的 那在过年的新年之际我们牵起了跟教育的爱 让我们学校的校长跟师长们把学校必须要 或者是被需要关怀的这样的孩子加户来作为一个发送 然后呢也谢谢我们持人士啊 这次帮我们加倍的量 让孩子带回去之后再过新年 不会没有营养午餐而挨饿 那在这次捐助里面 我们也牵起了跟各个国小的一个通报机制 因为我们也希望国小的个案 或者是家户里面学生非常多的 孩子比较多的 比较需要我们白米或是物资 甚至于是个案来作为一个协助的 捐安相公所都会全力来 作为一个这个零距离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跟关怀 多所学校校长也亲自前来领米 感谢公庙能够想到要帮助弱势孩童 不错啊因为确实有些孩子 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协助 我们尽量搭起这样的桥梁 让学校里面续再转发给学生 是对对对 非常感谢慈恩寺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善举 那这边也特别谢谢慈恩寺在这个岁末 年终之际 那带给小朋友一些些的一个温暖 那我想说对弱势小朋友的一个帮忙 真的是这个很好的一个祝福 跟这个帮忙 让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寒冬里面也感受到这个社会团体的一些 一点点的一个温暖 厢长邮淑珍表示 相公所会整合个案资讯 善用资源有效发挥物资捐赠平台功能 并且及时发现有需求个案 在最短时间之内给予有效的帮助 要落实社会福利关怀工作 戒律会接安商报导